選擇籌碼強勢股 操盤手非你莫屬 大家好 我是籌碼大師李仲昕 昨天的美國股市 因為投資人在等待 經濟數據的公布 還有就是FOMC會議紀錄 所以在投資人態度 比較保守觀望的情況之下 昨天的美股市大指數 開盤小漲 開盤小漲 收盤小跌 開高走低 昨天台北股市 各位還記得 昨天的貨櫃三雄 又出現了重挫 果然 如我們的預期 貨櫃三雄昨天的融資 全市場融資減幅前三名 就是長榮 陽明和萬海 也因為昨天這三張股票融資大減 再加上外資的昨天大買 就像例如說長榮海運 昨天融資減了1萬5千張 外資買了2萬多張 所以今天開高 但是開高各位的態度是什麼 老師你昨天評審錯了 你看今天就開高 可是開高各位應該站在賣方 所謂的斷頭賣壓恐慌賣壓是 當大家沒有期待 沒有希望找盤開盤直接砍掉 就像上禮拜 我們買在禮拜二次 連續兩天跌天板的第三天 我們去承接 今天是不是好了承接買點 我個人認為不是 因為我剛剛看法 散戶並沒有絕望 如果真的要洗融資的話 什麼叫清洗融資符合 雖然長榮和陽明的融資維持率 已經不到130了 當然融資戶其實也很忐忑 不過昨天才在跟我的徒弟說 現在融資維持率到底情況如何 其實我徒弟講的一點 也大家要互相提醒一下 例如說昨天融資維持率 已經在哪裡 在130對不對 如果維持率不夠的投資朋友 他們會怎麼做 一般我都會建議你還成現股 不然你至少還一點錢 讓融資維持率提高 但是很多投資朋友 不是這樣做的 他再去用融資買股票 可能不是去買貨櫃三雄 可能去買跌得很深的鋼鐵 例如說面板 其實鋼鐵面板和航運股 是融資套得比較深的類股 因為這三大族群 在前半年漲幅很兇 目前股價也幾乎都紛紛的腰斬 維持率大部分都在邊緣 如果一個不小心大盤再一個往下 例如說像今天的鋼鐵 今天鋼鐵又在破底 鋼鐵面板 如果這三類再有一個往下 融資清洗的符合會比較乾淨一點 所以我昨天在大事的話就這麼說的 有沒有 來 融資還要再清洗一下 是昨天晚上說的對不對 下半週如果帶亮紅可以站上十日均線 確認轉牆再做更積極的動作 現在既然還沒確認轉牆有沒有 這個十日線對不對 還沒確認轉牆之前 先稍微忍耐一下 各位看一下今天大數據 雖然今天大數據也沒有跌很多 今天大盤瘦盤跌了114點 其實差別不大 多頭少一檔對不對 空頭多一檔 所以分數呢 分數稍微昨天退一點點 昨天是299今天298 昨天299今天298 其實大數據並沒有跌破哪裡 並沒有跌破這波低點 有沒有跌破這裡 對不對 並沒有跌破 沒有跌破這裡 當然也還沒跌破這裡 重點是這個十日均線 到底什麼時候能站上 是一個關鍵 不過老師融資到底減夠了沒有 就整體的融資與而來說 我認為是 其實融資的減幅 已經遠遠超越大盤跌幅了 我們看一下 到昨天為止 上面價錢指數 我是用今天的最低點來算 指數從18034 跌到今天低點跌了9.5% 融資到昨天 果然昨天再減20幾億 所以融資從最高點2999億 減到昨天2488 減了17% 融資減了17% 大盤才跌9.5% 融資是不是減幅 已經遠遠超越大盤 看起來是 所以重點來講 我個人看法 還差一個洗盤 不然就是大盤要出量 既然要出量 怎麼個出量法 可能是大家關心的 因為國際股市 也都在正常整理 沒有太激情的表現 因為大家都在等經濟數據 所以在這個空窗期 我個人操作也是 比較稍微保守一點 也比較沒那麼積極 我們等待的是一個現象 今天我剛剛提到的 包括貨櫃三雄 今天貨櫃三雄好像還不錯 不過今天散裝又比較弱 鋼鐵也弱 所以未來這三大族群 各位可以當作參考的指標 如果真的要洗融資 如果大戶市場夠狠的話 必須把面板和鋼鐵 再殺破底一次 本來有航運股的 可能已經殺得差不多了對不對 其他的股票再破底的話 最後大家維持股票還是不夠 還是得追殺 那個時候 可能才會真正的最低點 如果不出現這樣的殺融資 可能需要時間的轉換 需要一些時間 當然各位可能會覺得 老師最近的盤真的不好做 我們這樣說本來就是 不過也因為在節目裡面 還有在我的TG上 還有Lightet上面 每天都更夠分享 一些我們的操作心得心法 還有一些潛力股 像我們昨天 我也希望能提供投資朋友 一些參考的標的 因為大盤一直在跌 一直在震盪 老是會震得快煩死了 有沒有好的股票可以買 其實也有 你看 這是我們昨天在Lightet上面 跟大家分享了一些 所謂的抗震潛力股 有些股票 例如說三晃 有沒有 新年大頭控 還有金宇 這幾個油機檔都表現相不錯 新鮮纖維都表現不錯 當然昨天又是跟會員在一對一 這個會員也蠻有趣的 等於說 他之前看我們的節目買股票 之前我在節目裡面也提到 如果你沒有我們的系統 或者你不是我的會員 怎麼操作呢 好 即使你看我們的節目 去買了股票 記得 你的停損停利線是什麼 十日均線對不對 是十日均線吧 我們舉個例子 6227 這檔股票是之前我在節目裡面說過 有沒有 我們也去買了 有沒有 茂倫吧 對不對 是不是出現了攻擊訊號 左邊沒人 上去之後 這裡是不是出現平倉訊號 對不對 如果一般投資朋友 你是沒有這種 我們的系統的話 對不對 你不曉得該在這裡平倉 好 這是十日均線 到了這裡 你總該平倉吧 對 到這裡你還是要賣掉 所以那位新會員就說 老師我本來是電視觀眾 電視會員就對了 跟著我們買進去 他沒有系統不曉得要平倉 但是他至少知道這裡要平倉 所以他上個禮拜 安裝軟體之後發現 老師軟體這裡還有做空訊號 還好我這裡跑掉了 所以老師他之前這麼強的股票 怎麼現在變這麼弱 有沒有 這裡是不是很強 創新高 這裡怎麼這麼弱 今天還在破底 對不對 還這麼弱是跌7% 本來這麼強 為什麼變這麼弱 其實不只是這一檔吧 你想想看 航運股之前不是很強嗎 鋼鐵股是不是 面板股也是 所以當趨勢扭轉的時候 當趨勢改變的時候 你能不能第一時間判斷或知道 所以我跟各位說 最簡單的方法 如果你沒有我們的軟體 你用十日均線 所以這位新的會員說 老師還好我這裡賣 我是觀眾 然後看我們他下來 然後他這裡入會 上禮拜入會 對不對 有了軟體之後發現 這裡還有做空訊號 你看 哇 昨天加碼做空 今天又繼續往下 有沒有看到 所以要會買 要會賣 所以不只是做多 轉弱的你做空也是可以 只是大部分的投資朋友 我知道了八成以上 投資人不做空 那也沒問題 也沒關係 我們一樣可以幫各位 找到做多的股票 只是最近你看到 多頭比重 連三成都不到 做多本來就難做 對不對 我們大數據29點幾發 三成都不到 所以能做多的股票 本來就不多 能做多的強勢股就更少了 所以在節目裡面 跟各位分享的股票 或者是在我們Telegram上 或者是Lite上面跟各位分享 其實像所謂的抗政潛力股 因為你都可以從裡面 找到做多的標的 例如做空 老師你剛剛舉的例子 茂倫 老師有跌這麼深的 這麼快的 有沒有 本來是做多變成做空 其實有 只是有些時候 我在節目裡面 怕提出來 如果有持有的投資朋友 會覺得 老師你在打壓我們的股價 可是 不跟各位提醒也不行 像之前的航運股不是嗎 在最高點 我說籌碼亂的時候 一路往下 一路往下 其實我們系統 他就沒怎麼做多訊號 不是嗎 對不對 這是常用海運 例如說3008 大力光 如果有 因為我們的系統 你會一路摸底 對不對 是不是 他都是空的訊號 大力光 這裡多少錢 這裡的大力光 2800 對不對 現在已經變得 跌破2000 這才兩個月 3406 我相信這些很多人都有 浴金光 有 這邊曾經出現一個做多訊號 對不對 這裡是不是平昌 這個平昌他還賺錢 對不對 從這裡買進 這裡平昌 當然這裡做空一路往下掉 是不是 所以老師如果你沒有 就是你如果沒有系統 這不是沿著實際線的跌嗎 所以你如果沒有系統 你也可以用這個方法做 如果你有系統的話 你會發現 這個做空或者是轉弱訊號 還滿確實的 這檔股票是浴金光 2492 因為很多投資朋友 有來問這些股票 你看華興科 2492有沒有 是不是做空 加碼做空平昌 再做空 一路往下掉 他是不是幾乎沿著這條線在跌 所以真的 如果你有我們的系統的話 最好的方法 就是跟著系統做 如果你沒有系統 沒有系統 你也可以用我教各位的方法 沿著實時均線 你就沿著實時均線做 老師 等他翻上實時均線 我就不可能買最低了 當然 對不對 我的邏輯就是這樣子 如果真的談起來 未來再上實時均線 你再來做多 你總比這裡一路覺得很便宜 一路拆華興科 一路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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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還在創新低 各位哪種方式會比較好 各位 我的邏輯一定是這樣子 做多一定要見到底部 底部形態出現 甚至是我們出現所謂的 攻擊訊號 我們再進去做多 我知道大部分投資本不做空 可是剛才給各位看的這些股票 我相信很多投資本都有 例如說華興科 例如說浴金光 甚至不少人大力光買靈鼓也不少 可是如果你要用我們系統的話 即使你不做空 那你也不要逢低一路拆低點的 拆低點的方式不斷的承接 因為我之前不是說過嗎 你買得比較低 買得便宜不一定賺得比較多 你可能只是賠得比較少 所以一旦他發現他趨勢往下 假設你買進去了 他如果再破低點 就是停損就好了 他再創新低 就像我們昨天 潮海又為什麼停水 那破新低 老師你落去 昨天破新低 不要今天彈起來 彈起來 如果各位你有看我們節目 今天彈起來 你還是得賣 這是我的看法 真的等到一個底部形態出現了 我們再來做波段的操作 比較有力 目前就是一個震盪整理的盤勢 全球都在觀望 等待經濟數據 所以等待有時候也是一種操作 不用太積極的動作 好的股票 剛才跟各位分享 不就是都在我們的系統掌握當中嗎 所以很簡單 這些資料 在我的每天的大世界化 還有我們的TG 還有什麼 還有Lite 有跟各位分享 所以我幫各位 導造了一個專業操盤手的分享平台 你一定要加入 左邊是Telegram的QR Code 右邊是Lite的QR Code 趕快成為我們的好朋友 像剛才給各位看的什麼 抗政潛力股有沒有 怎麼找得到 怎麼看到大事業化 加入籌碼大事的Lite 點擊右上角的什麼 點擊右上角的記事本 你就可以看到 我幫各位準備的 例如說抗政潛力股 或者是我們的籌碼表格 或者是每天的大事業化 好 剛才有跟各位分享 其實在這一波的操作 很多強勢股 剛才各位看了 它就變成弱勢股了 本來你覺得 它是很棒的機優生 資優生 對不對 就像航運股 就像半年前的鋼鐵股一樣 它為什麼會變這樣 其實是籌碼 在高檔我不是說 航運股籌碼亂了嗎 其實都是籌碼 所以一檔股票要漲 重點在哪裡 重點在籌碼 籌碼怎麼發現 我們靠量價籌碼去發現 對不對 靠我們的系統 幫各位整理的資料 其實如果籌碼進去 成交量也會出現變化 所以在上個禮拜 上上禮拜 跟會員一對一的時候 當時我們找到什麼 底部爆天量的上尾投控 對不對 上尾投控在低點的成交量 比高點180幾塊的量還要大 對不對 底部爆天量的股票 表示高檔賣出的低檔 做了充分的換手 所以在上禮拜二 對不對 我們在10月5號大盤最低點 那一天進場 當天進場上尾投控 結果上尾投控 隔天就漲底 從101.5 隔天收盤到110 對不對 然後一路 6號上序 對不對 我們在5號買進 6號漲底 持續往上攻 來 上尾投控 空單還不少 當然這兩天出現震盪 來 我們上尾投控剩下一半 有沒有平常序號 還沒 那如果出現平常序號 出現平常序號 我會考慮看看 當然因為我買得比較低 所以 其實我們還有一些空間 重點是怎麼選到這些股票 其實我們在系統裡面 都幫各位設定好 透過量價籌碼的精算 例如說這一檔 同樣跟上尾投控一樣 底部爆天量的股票 當時跟各位分享的時候 也跟會員說 他已經出現兩次 兩次的底部爆天量 這一天 底部爆天量這一天 上禮拜五 結果昨天 昨天我說漲7%對不對 其他漲不止7% 你看 這個爆大量黑黑最高 448對不對 是不是又過了 老師好神喔 這個高點看起來要是被細啊 對不對 上禮拜五那個高點啊 是不是 是不是 賣啊 上禮拜五台說 這裡差超過10% 從這裡收盤 到這裡高點 差10% 對不對 差10% 昨天就收上來了 今天過高點了 老師他又爆大量黑K 有趣了 他連續三次 這裡爆大量黑K 隔三天這裡過了 這裡爆大量黑K 今天又過了 老師他今天又爆大量黑K 那這個高點會不會過 會不會過 可能要過了 所以 老師怎麼會找到這樣的股票 大本很爛 對 今天創新高 所以重點 要找好的標的 跟上誰的腳步 跟上籌馬大師的腳步 那這檔股票呢 老師你不還有一檔 爆大量黑K的嗎 對不對 今天呢 今天下來囉 哎呦 等機會吧 對不對 爆大量黑K 量先架型高點 這會不會再往上挑戰 因為底部爆大量 這麼大的量 這裡量比這裡還高 有沒有看到 這裡為什麼還要混 因為他混這裡 他要把這裡洗掉一下 這裡有沒有 這裡是不是套牢 對不對 這裡吧 這樣子 這樣看個比較清楚 有沒有 這裡套牢 在這裡 還要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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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換手完之後 我個人看法 其實還是有機會往上挑戰的 各位 可能你覺得 老師最近很難做 其實很難做 其實觀望也可以 只是 當關鍵轉折出現的時候 你有沒有能第一時間 掌握好的標的 我們在我們的大世界化 或者在我們的節目裡面 都有隨時 每天都在跟各位分享 所以 你如果 不能在每天兩點 收看我們的節目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 訂閱籌碼大師YouTube官方頻道 最新的市場資訊 讓各位戰無不勝 記得 按讚訂閱點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我們先進廣告 下集團回來 來 星星 特別愛 做人 做嗎 所以 可以愛一三姐姐咧 我也不再喜歡 不再想起 不再貪圖 太奢侈了 風氣 不再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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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 週一至週五 晚間八點至十點 五週生意 維他命EC口含定 必勝大丈夫 你知道麥當勞的雞肉 為什麼好吃 因為我們選用健康機支 做成麥脆機後 冷鏈運送到店 嚴格把關溫度 才能做出多汁酥脆的麥脆機 讓你每一口吃的安心美味 我用心 你安心 永成國際投顧 明知誠心 專業 客戶至上 零先掌握市場先機 陣容堅強的知名分析師 一流的研究團隊 專業扎實的研究分析 為會員創造一流的績效 成就市場一流的口碑 永成國際投顧 擁有完善制度 頂進應軟體設備 你不投資準確性及失效性 用心對待每一位會員 精疲獨到的投資建議 我們是你永遠的依靠 我們是你永遠的依靠 我們是你永遠投資的 不二選擇 永成國際投顧 用誠信專業創造績效 一通電話財富翻倍 一通電話希望無限 永成國際投顧 入會專線 02-2563-9777 02-2563-9777 工作難以消化 每天努力破關 保護力夠嗎 全新善存益生菌 水果風味 酸甜可口 三效守護 一 補好菌 二 養出更多多多好菌 三 還有鳳梨酵素 全新善存益生菌 好可怕喔 等一下 為什麼我們一起減肥 你去瘦那麼快啊 因為我有這個 脂染原綠咖啡膠囊幫我啊 脂染原綠咖啡膠囊 內含綠咖啡豆萃取物 能夠提升代謝力 提高運動效率 多種嚴選專利原料 燕藍無扣單 快到了 我們走吧 歡迎回來 歡迎再回到 聰明大師 上個階段跟各位分享 其實在昨天晚上 美股的震盪 因為投資人在觀望 台北股市 我個人看法 融資還是洗得不是很乾淨 所以今天的盤勢 仍然有一點洗融資的味道 所以今天晚上 大師傅還是不能錯過 特別留意一下 今天融資的變化 是不是哪個族群或哪個類股 融資特別大減 對融資的清洗服額 還有籌碼穩定才會有幫助 上個階段有跟各位分享 我們在我們的LINE上面 有給各位一個新的資訊 抗震潛力股 對不對 這幾檔 比如說三晃 新年大頭控 雷虎 我們來看看 其實這些股票真的很強 1721 三晃 老師這種盤是還有這樣子的股票 有沒有 這檔叫三晃1721 還有哪一檔3709 3709 老師還有這樣子的 對 你是不是都能用我們系統找得到 所以這種股票不是沒有 只是你找不到 重點是 老師你看這些股票怎麼那麼強 是8033 對不對 如果你有系統的話 你可以跟著做8033 在這裡就出現紅箭頭了 對不對 這檔叫做雷虎8033 還有什麼 4503 因為我們系統可以買哪裡 今天4503還在漲停 昨天不是跟各位說抗震潛力股 4503今天還在創新高 我們系統出現信號數在這一天 這一天 9月17號24塊3 左邊就開始沒人 當然我在 帶會員的時候 我們當然會考慮 例如說籌碼還有成交量的穩定 因為有些股票 可能成交量真的稍微少了一點 不過 如果你是擁有我們的系統 你不就照做就好了嗎 就像昨天那位會員說的 老師我本來是電視會員 他看到電視買的 對不對 看到節目裡面買的 是不是 那我們是不是冒輪 6217這裡有出 還好 他說老師我沒注意到 不過呢 你教我們的 破石就現在這裡要走 還好我這裡有走 還小賺出場 可是看到系統 還有 還有這樣子的 所以真的是紀律滿重要的 這些給各位看到的 所謂抗政潛力股 這些訊號怎麼來的 我們再複習一遍 這些訊號怎麼來的 不是指標交叉 沒那麼簡單 要找標股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要透過量價籌碼的精算 標股啟動了三大要件是什麼 就是支持量要轉攻擊量 量價籌碼 籌碼的分數 就像我昨天說的 那位新的會員 想要知道籌碼分數怎麼算 我說那個真的太複雜了 我們沒有辦法在晚上一對一 上禮拜五晚上的一對一 跟他解釋得很清楚 其實真的 像我們這些公式和參數 是一組參數和數百個參數 一組公式和數百個參數結合的 一個所謂的軟體 所以不是這麼容易 要選出一檔標股 所以很簡單 為什麼這些股票都在我們掌握當中 因為這個對不對 史上最強的操盤工具 才能幫各位做千挑萬選 潛力自由股對不對 立馬抓住啟動的關鍵點 這兩天剛好大白山震盪 股票強的繼續強 弱的會不會弱轉強 還是他會持續弱勢 你就鎖定籌碼大師 甚至你還必須要鎖定 我們每天晚上的大世界化 當一旦好的股票出現好的買點 或者是95分以上的股票 終於出現的時候 第一時間幫各位掌握 運用大數據 挖掘提升財富的情況 第一時間 當好股票出現好買點的時候 我會帶各位 我們加入誰一起進場 好朋友 拿起電話 立即撥打出三線 各位智慧一家 我們明天見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居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緊急參考 投資人已經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